张艺谋的朋友圈的人都知道 张岛招待朋友的最高待遇 就是专门给客人放一场肩如磐石 可想而知张艺谋对这部剧有多么的看重 学习国庆党肩如磐石绝对是一把锋利的刀 该片是张艺谋首次导演都市犯罪悬疑剧 也是近些年来他拖的最久的一部影片了 2019年就已经拍摄结束 污了四年才重见天日 里面融合了官场 人性 犯罪 贿赂等元素 解开了当今社会的时代浪潮之下的人性 不公 不平等 雷佳音饰演的小警察苏建明被称为小卒子 一颗小小的最不起眼的妻子 本是最弱小的 可这小卒过了河 那就不可小觑了 他哪都可以去 成为了最强大的力量 最早的时候 坚若磐石的剧本是要交给杜琪峰拍摄的 毕竟在犯罪港片方面 杜琪峰的剑术很多 但最后因为合约的问题 未能合作 之后这个剧本又流到了姜文的手里 而此时的姜文正带着彭雨燕拍摄邪不押正 再之后这个本子才到了张艺谋手里 张导倒数之后呢 又是漫长的等待 这是一部上线和下线都很高的电影 一方面是因为该剧虽然精彩 但是设计的敏感点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拍不好 就会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另一方面 现今是会网络发达 如果一不小心掌握不好尺度 那给整个剧组招黑的代价 可是承受不起的 就拿最初官宣的海报来说吧 海报上有一句 钱外有钱 官上还有官 便引发了无限的猜想 为了不起到错误的引导作用 片方也紧急撤换了海报 别的不说 谨慎这块 张导确实是做足了功课 2023年国庆党 是一部电影上映 与坚若磐石正面硬钢的 非陈凯歌导演的 志愿军雄兵出击莫属了 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作品 在国庆党上映了不少 比如金刚川 长津湖等等 都是聚焦了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战争大片 无论是从票房还是口碑 都是双赢双手 能战方能止战 抗美援朝的胜利 向世界宣告西方勤列者 几百年来 想着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 架起几尊大炮 就可以占领一个国家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永远都不要忘记 过去的失败与耻辱 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如今的太平盛世 物被应当牢记 自强不息 话说为电影志愿军 主旋力电影 加上全明星阵容 票房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就都有了 1950年志愿军战士 以青春和热血保家卫国 2023年 中国人民以赤诚之心 致敬英雄 男一新百青 男二朱一龙 男三陈飞宇 而张义 段玉洪 吴京 李雪剑 黄晓明 这些水平在线的 都是一水的配角 陈导带儿子飞升的想法 实在是太过明显了 若不是陈凯歌的儿子 亚瑟何德何能 能有如此这般 飞天板台脚人的配置 但愿阿瑟不要让 进影院的观众失望 根据网络上的物料 小编印象最深刻的 莫过于张颂文的出场 压迫感 代入感 以及内心的压抑感 隔着屏幕是可以感觉到的 为了还原历史 剧组一比一 还原搭建了联合国的场景 根据拍摄人员回忆说 拍摄联合国会议 极其极其的真实 张颂文老师饰演的五修拳 代表新中国 在联合国上发声 这一瞬间 中国人民等得太久了 那场戏真的是拍得 阵容发聩 而张子峰现场的那一滴泪 无声落下 于内心波涛汹涌的复杂情感 形成了鲜明的呼应 尼克敢想 此时的刘德华已经62岁了 1961年出生的华仔 已经出道42年了 无论是业务能力 还是身为演员的做人方面 他似乎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2023年的国庆党 他带着真实事件改变的 莫斯科行动来了 同样是犯罪篇 坚如磐石强调的是反腐 莫斯科行动的看点 没有抢劫犯的各种阴谋 有的就是追凶 简单暴力 导演邱李涛和兼职家 特别出演的刘德华联手 上的属于是 港味十足的动作片英才 这部电影除了主演 黄轩 文永山 张寒宇以外 特别出演的 还有刘德华和夏宇等 官方微博放出 对该片的总结是这样的 超级结案 真实揭露暴力罪行 正面交锋 多方势力激战对决 电影发布的15秒的预告中 其中只有三句台词 第一句 人生就像一本账 欠债得还 第二句 就怕不认账 第三句是刘德华说的 一切即将重新开始 三句话 三种不同立场的人物 也暗示了刘德华复杂的身份 刘德华饰演的神秘人瓦西里 和苗青山之间的关系 是一大看点 表面风平浪静 实则暗流涌动 师父瓦西里对徒弟苗青山 有一种不得不服从的感觉 以猎物出现的高端猎手 唯有山 虽然以色出现 魅诱负伤 然后将猎物信息 分享给同伙 但他却不是一个单纯的勾手 狠起来 巴掌也是框框的山 尽管是犯罪弹火 文永山把自己对爱人的爱 和惦记演得很好 罪犯也是人 也有自己的情感 和爱人的能力 即消失的他之后 小姐姐的再次出现 无论是装造 还是人物塑造 依旧经验 国庆档小编必冲的三部影片 你未选择 去电影院看哪一部呢